哈囉 大家好 我是萌萌媽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如何吃得健康 因為我們在懷孕的期間 孕婦要吃許多大量新鮮的蔬果 那大家都知道其實蔬果 常有暗藏著一些農藥 是我們不知道的 那我們就這樣默默死下肚 那加上報導也有顯示說 我們新生的肌代血牙 它其實有含有200多種化學成分 所以我們要怎樣吃得健康 那當然就是在蔬果的清洗上面 我們也是需要去種刺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試用看看 這一款有機的奶瓶蔬果清潔液 聽說它是有機污度的 可以洗奶瓶又可以洗水果 那待會我們就來試用看看 那我們先用一般清水 沒有使用奶瓶清潔液的 那接下來就是使用奶瓶清潔液的 那接下來就是使用奶瓶清潔液的 輕輕按壓一下 然後用水 聽說它是精油歐膜認證 天然有機的成分達到95%以上 使用級配方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用清水 稍微再讓它清洗一下 那我們就來看看 一個是用清水洗後 跟一個是使用奶瓶清潔液使用後的差別 使用清水洗的話 就是葡萄上面原本白白的東西 它一樣是殘留在上面 但是使用這一款奶瓶蔬果清潔液之後 白白的部分都已經被清洗掉了 那我們之後也可以用這一款奶瓶蔬果清潔液去清洗 寶寶的奶瓶 那寶寶之後喝奶 我們會比較安心 那我們今天分享就到這邊喔 記得幫我們分享按讚喔 掰掰 記得要分享按讚喔 按讚喔